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修行喜金刚法的经验 在今天的节目中 连圣伙伯继续讲解了第40章 绝授艳象 而且呢 他也完整的解说完毕了 他在今天的节目中 他也说明白了什么叫做功德 不是行善不失有功德 那个叫做福德 是善行的福分 这是天人的福报 是增长善缘 但是就不是功德 因为功德来自于清净 无漏才有真清净 明点不失才有真清净 而佛性是清净的 佛性也是无漏的 佛性的大乐光明 都是无漏清净 那么见证佛性 才是真正的功德 原本连圣伙伯伯在讲解六祖谈经的时候 他就曾经解释过一次功德的意义了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他认为 见性才有功德 佛性才是真功德 这个是禅宗的见解 密宗的见解看似不同 其实他还是殊途同归的 他仍然是认同佛性 才是真清净 见证佛性才有真功德 这个是修正之后的果 这个是相同的 只是中间的道路 有点不一样 禅密两宗 对于如何诠释佛性跟功德的关系 自然受到法门不同而有影响 光是我们前几集说过的 在前几周的节目里 连圣伙伯伯讲过 显宗的三无漏是界定会 我们密宗的三无漏是叫做生与义 这是两宗不同的地方 因为密宗本身有修身的方法 所以自然要列举 修身修得如何的准则 禅宗没有修身的方法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去举例修身的准则 那禅宗修心 他自然要重视修心的品质 我们密宗修心又修身 所以一定要设定生心的准则 好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所谓心的准则就是界定会 生的准则就是生与义 其实这两个都是我们密教要遵循的 密宗也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佛性自然而然的显现 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功德 这不是勉强甚至不是去修出来的 我们只是去修掉 挡在外面的那些而已 勉强说云遮月 我们只是扫除那个云 不是去制造一个月 因为月不是能制造的 我们只能把那个云驱赶走 或者知道有云 然后不要被云挡着 就是知道有欲望 不要被欲望驾驭 就这样了 因为这就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 这个非常奇妙的差异之处 其实很值得我们真佛弟子 多多推敲 多多分辨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 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讲 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这个单元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修行洗金刚法的一些经验 在今天的节目中 连生活佛谈到了 洗金刚法的十大讲授 他说洗金刚是非常难讲授的 可是洗金刚又是第一位 出现的金刚神 从洗金刚之后 所出现的许许多多的金刚神 他们都有很多 脱胎自洗金刚法的内容 所以他就讲 能够跟洗金刚相应的行者 日后再修其他金刚神 就会容易许多 小时候我们听父母说 书读千变 起理自现 也就是说读一遍不懂 读两遍不懂 那就读个十遍百遍千遍 早晚会懂 其实这句话 我到了博士班的第三年 才真的发现 是真的 也就是不管怎么样 给他读下去 就是一定会懂的啦 密教密法就是这样 一法通万法通 如果这个一法不通 你就修他个千遍 修他个十年 二十年 一定会自己通的 我们在密法讲 找到那一条贯穿一切法的金刚链 让看似繁琐变化不同的密法 在零零种种的这些佛菩萨 金刚神当中 他们一定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那也就是 你修密修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自己会慢慢体会出来的 只要抓住了那个共通的地方 就会明白 这个某本尊相应 之后呢 跟其他本尊很自然的会容易相应 在密教里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专注的去修行 专注的去修持某一尊的法 千万要记住 不可以怎么样 贪多 贪多嚼不烂 这是古鱼所讲的 专一专情 才是密法修持的王道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 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洗金刚修行小笔记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的收看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 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明天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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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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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